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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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前近三年的清零政策对中国外交造成了阻碍 尽管习近平今年2月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会见了多位世界领导人 其中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塞尔维亚总统吴契奇 但西方领导人基本上都避而不见 今年4月份中欧再现峰会 因中方被认为无视布鲁塞尔呼吁帮助阻止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请求 而被欧盟高级外交官伯雷利描述为这是一场笼子之间的对话 关于上述受邀访华的消息 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政府对媒体的询问表示不予自评 德国总理府发言人则说 请了解我们向来在适当的时候 通常在一周前才会通知总理的行程 在赵立坚否定该消息的统日 欧洲议会副议长比尔抵达台湾访问 他原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中国镇压香港为例 表示欧洲不会默示中国施加给台湾的压力 会及时伸出援手 台湾不会是下一个香港 下面我就中国邀请欧洲四国领导人访问北京这个事 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这是一个假消息吗 如果是假消息 南华早报为什么要制造这个假消息呢 这个消息无非是说 习将于11月份邀请欧洲的法国 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国家领导人访问中国 中国目前因制裁欧洲议会的议员和俄乌战争与欧洲关系紧张 邀请欧洲领导人访问介于缓和关系也很正常和很有必要 其次欧洲四国发言人也都没有否定新闻界的畏许 这个消息当然也传递了另一个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习近平此时发出邀请 等于提前向世界宣布了他第三个任期已经是铁板钉钉 但这有什么关系呢 不正是习近平需要的热声吗 竟然媒体不是已经给他冠上了人民领袖的称号吗 也没有看见要下架的迹象啊 所以我不相信这是南华早报制造的假消息 但可能是中国与欧洲外交人员正在磋商之中 但被内幕人员给提前披露出来了 第二 赵立坚为何要断然否定呢 如果这个消息并非空穴来风 有暗中助力习连论 赵立坚为何要断然赤字为假消息呢 赵立坚完全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来解决 一是外交辞令说没有得到相关的消息 无可奉告 二是指东说西 说中国与欧洲有着频繁的交往和良好的关系 7月19日欧盟和中国正在举办关于经济和贸易的高级别对话 在会谈的前一天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与马克龙的外交顾问柏内通了电话 谈及中法中欧关系俄乌战争等议题 至于访问邀请 目前尚无消息对外界披露即可 但赵立坚断然否定反而让人生疑 莫非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有变化 莫非赵立坚是高级黑 目前中共宣传系统已经开足马力 为习的二十大权力扩张造势 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等官媒开设了人民领袖习近平的专栏 全方位突出宣传习近平我将无我不复人民的形象 人民领袖的称号已由过去邮报琵琶半遮灭 堂而皇之的与习连在了一起 香港民报引述包括中共军方内部消息的来源称 习将在今年的秋天召开的二十大会议上 将被正式被中共中央冠以人民领袖的称号 至少继续执政两个任期 并且即便退休后 也将以领袖核心的名义继续保持 类似于邓小平的第一位影响 至于期待上位的地方官员 更是比鹦鹉还要勤奋 早已在进行赞美习近平的歌勇比赛了 赵立坚自然也希望通过二十大 让自己的仕途再上一层楼 但他没看出廊华早报暗体 暗体习近平连论的用意 断然否定实属不妥 第三赵立坚是匹凶恶的战狼 赵立坚作为一匹战狼 也是为党国操碎了心 不惜干扰土地 2020年中国爆发新冠疫情 赵立坚就跳出来将病毒的源头指向了美国 2020年3月12日 新任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发文称 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的 有多少人被感染 医院的名字是什么 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 美国要透明 要公开数据 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 美国国务院3月13日 召见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 就照例间有关美国军人 将新冠病毒带到武汉的说法 抗议 联邦参议员霍利在推特上说 我很高兴的报告 这个中国外交部的小丑把我屏蔽了 因为我敢于挑战他 有关美国要为新冠病毒负责的 名目张胆的谎言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这个病毒上 对本国公民和世界说了谎 他们要负责 联邦参议员 斯科特也针对赵立坚的推文 做出了回应 称中国试图掩盖真相 这简直是发疯了 共产中国会说或做任何事情 来逃避他们导致中国新冠病毒 传播的责任 斯科特在推特上说 他们在这件事上杀了火 把他掩盖起来 将敲响警钟的医生 禁声 他们让自己的人民死去 可耻 崔天凯大使之后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 称病毒源头是个科学问题 不应由外交官回答 病毒来自美国军人的说法很疯狂 暗批赵立坚的荒唐 赵立坚在就任中国 举巴基斯坦大使馆临时代办时 就利用西方社交媒体 发表战狼言论 他利用西方言论自由 攻击西方普世价值和民主制度 或许这正硬了 王滬林美国反对美国的思路 2019年7月13日 赵立坚就曾在推特上 为中共迫害维吾尔兰辩护 他说当新疆的穆斯林 都过着和平又繁华的生活的同时 这些国家怎么能自称 是居住在新疆的穆斯林的深远者呢 他们是一群不自廉耻的伪君子 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苏珊·奈斯 录持到赵立坚是一个可耻的 种族主义者 并且精能的无知 赵立坚通过战狼言论 获得了习近平的好感 从而被提拔为专业战狼 现在我们回到赵立坚否定 《南华早报》的报道上 他本可以用外交辞令和模糊的语言 回应这一消息 但他面对欧洲议会副议长 毕尔抵达台湾的消息 情绪冲动 断然斥责 《南华早报》的报道是假消息 忽视了该报道 希望立足习近平连论的潜在目的 从而引发国际舆论 对习能否顺利连论的质疑 可谓音响失大 目前正是中共二十大 全力争夺战如火如荼的时刻 赵立坚如此不给力 会被习家军认为是高级黑两面人 从而失去信任 甚至会引火烧身 但作为战狼的赵立坚 只知称口舌之快 须不知大祸即将临头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